阿宅的小耗子洞里面 在过冬的时候 发现吃的东西不愁了 郁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 然后每天在这里 无所事事 终于大家就百无聊赖了 当大家开始难受得要命的时候 第三支田书 开始给那两支田书讲故事 他说就在那样一个秋天的下午 我在田耿上遇到了一个孩子 他在做什么 又在那样一个秋天的早晨 我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 他在做什么 我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 我曾经听到鸟 在说什么样的一种歌谣 所有的这些 我当时都记录下来了 其实到这个时候 那两个伙伴才知道 这支田书在为大家储备了 过冬的阳光 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 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会给了人心一个淡定的起点 所有外在的仪式 不过是为了一个内心的安顿 那么这种安顿 是需要我们去敏锐的感知世界 结续变化 感知四时 感知山水 感知风月 这一点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 是特别的奢侈了 因为今天这种现代化呀 反季节的事情太多了 到了盛夏的时候 屋子里有空调 凉风袭袭 到了寒冬的时候 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 到了春节的时候 有夏天那种大棚里的蔬菜 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 也就是说 当生活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 我们还有遗憾吗 这种遗憾 就是四季走过 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摸骨 我们已经感受不到 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 由于四季分泌带来 截续如流 在我们心中还能激起什么样的反响 也就是说 在自然生活中 在认知内心中 你越淡定 越从容 越舍弃那样一些激烈的 红阔的 张扬的 外在的形式 而尊重安静的 内心的声音 也许你就会有了更多的依据 这一切是为了让你走到 社会角色中的时候 可以有担当 能够胜任 能够做到最好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 我们是否还能关注自己的内心 于丹教授认为 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并不在于 他给自己定了多高的目标 而在于 他内心是否能有一种淡定的理念 是否能把握自我 但是淡定的理念 就能够让我们实现人生的理想吗 其实看到视作这样一篇小短文 在论语中会使很多人感到惊讶 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传统对于论语 那种励志的叛读 它不同于曾子所说的 是不可不鸿意 认重而道远这样的话 但是想一想 它是所有那种人生大道 社会理想 内在的一个根本基础 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 和对于自我的把握 在职业角色中 我们只能是任职业摆布 而不会有一种内心认同以后 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 意味深长的对话 学生子贡去问老师 老师您说 什么样的人才叫知识分子呢 是不是读了大学 就算知识分子了 有文凭不等于有文化 一个知识分子 一定是知道礼仪廉持 行为有所约束的 我们知道识这个阶层 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 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 是那种无恒禅 有恒心 天下己任的一个阶层 所以子贡说 老师你告诉我 怎么样才叫做一个识呢 那么老师说 行以有耻 始于四方不辱君命 可谓是 他说的最高的标准 就是一个人 他的行动之间 自己知道什么是礼仪廉持 也就是行为有所制约 有内心坚决的 做人不妥协的标准 而这个人要有用 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 孔子讲的并不是说 一个人有了内心的修养 就可以每天就光陶醉在自我世界 一定要出去 不管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使命 做到不辱君命 这可不容易 因为你不知道你所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令件 什么样的金牌 让你去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吗 所以孔子说 最高的标准就是你出去可以做到不辱君命 这就叫做事了 好像学生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 就又问他 敢问其次 您给我说在第一级的标准吧 比这差一等呢 约宗庙称孝言 乡党称孕宴 就是孝庭之意 在宗族里面 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孝兵 而在相当 邻里之间 大家以你为兄弟 你能够对所有人都是亲和的 你能够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 用一种爱的力量去整合周边 不如祖先 其实论语就是一个以人伦为基本出发点 这样的一个道德文章 所以他把次一等定为这样的人 子宫又接着问 敢问其次 第三等 咱们再下一等说 还有什么人勉强构着边 能够叫做是呢 结果孔子说出这个话 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 大家听了以后会瞠目结舌 说这么高的标准才是第三等 曰 言必信 行必果 坑坑然 小人灾 意义可以为次 说那种言必信行必须 一言句出 驻马难追 我一定把这事给你做到 这种他说叫坑坑然小人灾 什么叫坑坑然 就是表现出来的剑拔弩张的 言语很机切的 这样的一种样子 说我不计后果 不计方法 我把事给你做成 他说这种人勉强算第三等了 就是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 其实大家今天想想说 这第三等也挺高啊 这个标准言必信行必果 今天有几个人做到啊 他学生也是这么想 子宫也觉得这仨标准太高了 所以又追问了一句 说金智从政者何如 老师你觉得 现在从政的人能够上这三等吗 结果老师曰 以斗烧之人何足算也 也就是说老师把当时诸侯各国的从政者都没有放在眼里 认为他们离这样一个市的标准还太远太远 其实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详细的不同的标准 这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成的人 他的质量描述 我们来说说这个最高的标准 不辱军命四个字 那么我们又想一想 那个最低的标准 坑坑然是不可取的 也就是说 要做到不辱军命是在变通中 没有条件的把一件事情完成好 这需要调动我们多少人生的积累 这需要一个人有多大的勇气 智慧和仁义之心呢 其实这样的一种不辱军命 往往容易让我们想起来 战国时候赵国的一个人就是令相儒 对吧 大家看史记连令列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故事 令相儒这个人 无论是完毕归赵还是免辞会 都做到了不辱军命 其实这是不容易的 当赵王得到价值连城 和氏币的时候 秦王想要读这座币 所以呢就告诉他说 哎呀这个我给你十五座城池 把这块币给我们拿过来 我们看一看 赵王当时就知道说 虎狼之秦 这块币一旦进入 将没有办法拿回来 这块币我给你十五座城池 我给你十五座城池